又是一个深夜,穿着球服的男子正在森林里疯狂逃命 他跑啊跑啊,刚想停下歇脚 不远处突然出现一个打着手电的人影 人影突然加速,灯光闪过 画面一转,今天是C主与贝杰分局的第一天 孤单的他买了一个天猫精灵陪伴自己 分局后的贝杰则通过运动肆意发现自己的荷尔蒙 分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纽约警局 某某人组边猜测他们分局的原因,便来到了凶案现场 死者身上穿着球服,可奇怪的是附近监狱根本就没有听说有人越狱 并且数据库中也查不到他的指纹 法医任意推测,死者是被人用力推销了接日的树枝,一击毙命 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 贝杰最近正在偷偷调查起大案 幕后黑手全是滔天,为了避免C主受到伤害 他毫无征兆搬出了C主的房子 C主并不知道贝杰的苦衷 他以为贝杰不爱自己了 为了追回爱妻,C主开始死皮赖脸介入贝杰的案子 他溜进了停尸房 死者看起来非常年轻,才二十出头的样子 他的身上有一个红膜纹身 原来死者叫做阿伟 他不是个囚犯,而是哈德逊大学的学生 红膜纹身便是来自于校队的机箱物 可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会穿着球服散森林里 贝杰想起马上灵星万圣节 按照惯例,大学生不会提前一个月穿起奇装衣服 或许阿伟穿球服是为了庆祝节日 贝杰带着某某人组来到了阿伟救赌的大学 刚来到办公室,就传来一阵又贱又熟悉的笑声 原来C主花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 向校长金发姐求来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 他就像一块狗皮膏药 贝杰走到哪,他就粘到哪 贝杰说他不是真的想离婚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私人问题 校长金发姐得知阿伟的死讯和非常震惊 他说阿伟非常优秀 甚至还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某某人组了解到阿伟是学校兄弟会的成员 有一位叫做斯科特的学生 曾与阿伟起过争执 这么说来,斯科特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可斯科特的老爸是个律师 警方并不想惹麻烦 为了从斯科特的嘴里套话 两个加起来快80岁的中年人 敲装起了大学生 他们特意坐在了斯科特的身边 假装与他闲聊了起来 斯科特说他俩一看就是40好几的人了 哪有大学生的样子 斯科特不想与警方打交道 他岂是离去 只留下两个受到一万点暴击的中年人 斯科特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他们只能寄希望与斯科特这个挂名教授 能够套出点线索 为了帮助父亲 年轻的女儿A妹特意来到学校 与斯科特套起了进步 A妹很漂亮 一向解奥不逊的斯科特当起来了精神 斯科特告诉A妹 他和阿伟确实有过矛盾 不过他们俩早就已经和好 阿伟甚至还让斯科特帮忙提供了一间公寓 斯科特这番卖女求情的操作 总算是撬开了斯科特的嘴 他带着某某人组来到了斯科特提供给阿伟的公寓 这里全是一些羞羞的玩具 尺度之大 花样之多 令人咄舌 镜子上用口红写了一封威胁信 看上去似乎是某个被甩的怨妇心有不甘 斯科特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阿伟是个字母爱好者 平时会带着情人来到这间调教室约会 直到某天阿伟单方面提出了分手 于是这位被甩的怨妇 便在深夜杀死了阿伟 为了找出阿伟的情人 斯科特再次卖女求机 让女儿混进了大学的舞会 他一厢情愿地以为 只要帮助贝姐破案 贝姐就会搬回来和自己一起住 可一想到女儿打扮性感 混迹在一群酒鬼当中 斯科特又开始担心起了她的安全 女儿正在勾搭一个科学怪人 斯科特闯进舞会 和他们玩起了乒乓球大战 几杯啤酒下肚 年轻的科学怪人 很快就不知不觉被斯科特套出了线索 那就是她听说阿伟 一直爱恋女教授罗姆博士 这位女教授是心理系的主任 那么她会是阿伟的情人吗 女教授已经外出一个礼拜 不过女儿还是通过追踪手机信号 确定教授正在一栋无人居住的建筑里 那栋建筑正好离案发森林不远 C叔带着女儿循着线索来到了建筑 这里的装修风格非常诡异 刚进门就听到了一阵阵惨叫声 原来这里是一间小型监狱 非凡闯入的他们 很快就被两名年轻的玉井发现 玉井拿走了C叔的证件 毫不客气将她和女儿关进了四号球室 这里不管是囚犯还是玉井 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他们穿着球服 神色呆滞且痛苦 如同一具具形式走肉 C叔猜测 他们都是哈德逊大学的学生 这里是一间模拟监狱 他们正在重现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是1971年 斯坦福大学教授创办的一档心理实验 通过让学生扮演囚犯和玉井 来研究心理学效应 而这起实验的组织者便是罗姆教授 C叔来难道 或许是阿伟受不了实验 所以中途越狱 听到阿伟的名字 隔壁球室的小美非常激动 她说阿伟以前就被惯在C叔的这间球室 直到那天早上 小美发现阿伟失踪了 小美说他们当初都是为了钱 自愿参加这些实验 可渐渐的 他们发现实验内容非常变态 罗姆教授会将他们绑在椅子上 一遍遍逼他们说出难以启齿的秘密 C叔觉得这项实验简直就是反人类 他警告年轻的玉井放他出去 他可是客座教授 为了不断送自己的学术成绩 已经只能乖乖放出了C叔 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小美 C叔闯进了罗姆教授的监控室 这个冷酷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囚禁并折磨阿伟和那些无辜的学生 听起来像是个S C叔有理由怀疑 女教授就是阿伟的情人 C叔不是警察 却干了警察的事情 他摆出了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将女教授交给了贝姐 女教授被收押 C叔带着某某人组重回了魔女监狱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所有证据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C叔很内疚 他为了在贝姐面前显摆 居然放走了所有知情者 贝姐安慰他 如果不是C叔的帮助 或许他们永远也不知道 阿伟身上求福的来历 原来军方一直都在秘密赞助这项试验 所以一旦试验被发现 军方便会在第一时间 遣散走试验品 听出所有的证据 即便是进了监狱 女教授依然的趾高气扬 因为那些学生都签了绑闭协议 所以即便是她的事业反人类 警方也不能奈她喝 呵呵 贝姐可没有打算告她 她只是在编辑微博 打算将女教授的所作所为都公开 让她被社会性死亡罢了 女教授慌了 她说自己不是阿伟的情人 也没有杀死阿伟的动机 不过她知道阿伟在跟随玩字母游戏 那就是哈德群大学的校长金发姐 原来金发姐一直与阿伟保持不正当关系 直到阿伟被关进了模拟监狱 金发姐一直联系不上阿伟 以为她想甩了自己 便跟个怨妇一样 在调教室的镜子上写下了威胁信 案发时金发姐没有不在场证明 并且有充分的作案动机 可是警方并没有能够将她定就的证据 C叔认为 他们一定是漏了某个细节 他建议被姐姐放下矫情 陪着她一起去监狱寻找线索 案发当晚 阿伟从这间求是越狱 为了让案件重演更真实 这货直接关上求是 他再次询问贝姐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怎么刚结婚 贝姐就闹着要分居 贝姐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他突然想起 这里被改造成监狱前 是一间办公大楼 原来阿伟求是的顶上有一个通风口 大小足够容颁阿伟逃走 贝姐在C叔的方柱下爬上了通风口 并成功逃出了监狱 那么问题来了 通风口这么高 光靠阿伟一个人 根本就不可能勾得到 所以阿伟还有一个帮手 C叔注意到 隔壁求是的顶上 恰好也有一个通风口 这间求是先前关押着小美 夫妻俩做出了推测 阿伟在小美的帮助下 钻进了通风口 随后又在另一个通风口 救走了小美 两人一直结伴逃到了那片森林 小美突然用力将阿伟 推上了尖锐的树枝 然后又一个人回到了监狱 原来小美竞技拮据 她为了不多的补贴 自愿加入了监狱实验 而阿伟加入实验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爱恋女博士 小美和阿伟都在竞争 学院的奖学金 她在监狱中得知 阿伟因为与校长的私情 抢走了自己的奖学金名额 出于愤怒 她才会与阿伟套近乎 在愿狱成功后 又杀死了阿伟 而重新回到监狱 只是为了制造自己的 不在场证明 通风管道内有小美的DNA 再加上其他实验者的证词 足以将小美定罪 案件了结 说完复线 我们再来说说主线 贝姐和三哥正在调查 隐藏在中情局的幕后黑手 他曾派出了一个杀手团队 杀死了贝姐的五名同事 三哥那边有了线索 一位穿着风衣的神秘男子 曾出现在了休安现场 这名男子就像是一个鬼魂 连国家安全局的数据库中 都没有他的档案 贝姐想到了第六季中 利用加斯逃脱追杀的史密斯 如今的史密斯已经隐姓埋名 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他曾经过贝姐的命 可贝姐不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 他一次次找上史密斯 让他暴露于危险当中 史密斯劝说不了贝姐 只能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幕后黑手 一直利用中情局的资源贩毒 每个毒贩都有固定的标识 只要找到标识 就能够顺藤摸挂查下去 临走前 他警告贝姐 像他这么偏执的女人 早晚会害死自己 只可怜了C叔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贝姐为什么要离开自己 郁闷的他只能和女儿玩起了雪加泡泡机 全都是泡沫 只一颤那花火 你所有承诺 全部都太脆弱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1971年 著名的斯坦福大学 召集了24名新制正常的志愿者 以每天14美金的酬金 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一项 为期14天的模拟实验 这批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 12人充当预警的角色 12人充当囚犯 然而实验刚开始 疫情就开始虐待起了犯人 他们一起指使 非常享受试虐者的角色 起初充当犯人的角色们还会反抗 可长久的压迫和虐待 让他们最终精神崩溃 他们不敢违反纪律 不敢大声说话 时间久了 甚至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囚犯 最终几乎所有囚犯都愿意终止实验 放弃报酬 只为结束噩梦般的监狱生活 这个实验中的所有人 都被深深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不管是试虐者还是受虐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故事中的阿伟和小美愿意逃走 而其他实验者都没有说出来 因为长期的压迫 已经让他们成为了一句句形式走肉 他们没有心思关注其他人 只想保全自己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而情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温文尔雅的身世 在某些情境下会变成嗜血的狂魔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